本周发生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事 好像把它串在一起看一下 都归咎于一个人 就是Elon Musk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条 就是席卷美国的计策工人大罢工 他会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第二呢 Elon Musk 因为在评论 台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遭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另外最近他就在 这个恶务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人说他就是能够一己之力 就关掉了这个星链阻止乌克兰 对于黑海舰队也好 对于克里米亚的 这些的基础设施也好的攻击 他起到了一个阻碍的作用 这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 那今天由我先开始就来讲讲 正在进行的美国的 汽车工人大罢工 以及Elon Musk如何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罢工当中呢 可以预棒象征于翁翁翁得利 那我就会来谈一下 在Elon Musk信手年来的说 台湾问题 他看就好像夏威夷是美国的一部分 我就不得不开始怀疑 是不是Elon Musk 讲起了他的工厂全在中国 所以必须做一些示好的动作 一个天才型的人应该要记得 他有上亿的粉丝举世无双的影响力 恐怕说话还是得小心一点 Elon Musk还是那位以不经人 死不休啊 他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关注他 在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Elon Musk 他所做的 跟他之前 他所发表的一些言论 还是蛮consistent的 我会试图来揣摩一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 那我们知道说从这星期开始 那在这些三大巨头的汽车产业 和美国的汽车工人工会之间的谈判 终于破裂 于是的话 那么美国的汽车工人就开始 由工会的领导下 开始部分罢工 他还不是全面罢工 那为什么说部分罢工呢 意思是说 我先来个火力试探 我要让你尝到痛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谈判 假如说在谈判桌上 我们没有办法取得 我们想要的话 对不起 最终就会是全面的罢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 他们罢工的诉求是什么 其实在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这个产业 已经是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了 那么在过去的当中 他们也发生过很多次的全国性的罢工 那么这也成为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痛点 我们可以想到说在当年的时候 特别是在能源危机以后 那由于美国的汽车工业 受到了汽车工人工会的影响 没有办法以高技术低成本来进行转型 结果就由日本的汽车 就占据了美国的市场 那现在的话 他这次美国汽车工人大罢工的理由之一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 在逐渐取代传统的燃油车 那么在这种的过程当中 他们估计会在全美国损失三万六千名工人的岗位 他说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叫一个人不能少 就是一个工人的岗位都不能消除 你尽管是说现在电动汽车的生产 用到了大量的高科技 大量的机器人会逐渐来取代这些汽车工人的岗位 但是工会说了我们不允许 不光是不允许 他还说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 生活成本的增加 我们要求在四年当中 我们给我们汽车工人涨薪 要达到40%以上 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在于 每一年平均要有10%以上 那么在我所在的福利盟市 我们每年我们的职工 市政府的这种员工 包括警察 我们的掌心 虽然也考虑到了通货膨胀 我们从来就没有超过过 两位数 都是在一位数的百分比 很典型的就是4% 5%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这个汽车工人 他们突然狮子大开口 那么带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后果 就是首先这三巨头的汽车工业 他们能不能承受得起 那么第二我们就回到马斯克了 那马斯克在这旁边就很高兴 马斯克就说我们不受影响 为什么 因为尽管特斯拉成立20年了 我们从来就没有工会 不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挑战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加州 就有一些汽车工人 想要来在马斯克的工厂里面建立工会 结果都被他成功的阻止了 那么他当然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所开出来的条件 比汽车工会 他们所要的条件还要来的好 真的吗 从表面上来看 美国汽车工会工人的平均时薪 是66美元 而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 开给公司的员工的时薪 平均是45美元 差很多 那基本上差50%了 但是 马斯克说我这里有一个股票分红的股权 那么这个实际上可以帮助一些工人 就觉得说这个公司将来的发展 那就是关系到我将来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的确是给他们更好的优惠 那因此的话 你会看到说 一方面是福特汽车 他们因为电动汽车生产的成本的亏本 他们不断的缩小汽车的电动汽车生产的规模 那另一方面 马斯克他就说了 他说我的目标是要在今年 我的整个的汽车生产的成本降50% 所以他在不断降价的过程当中 他居然在上个季度 你可以看到他的利润居然就成长了20% 所以这个就是带来一种完全新的对比 那么这种当然也不仅仅是在美国 他在中国进行的汽车的生产 他也是不断的降价 降到一个地步 连中国政府都过来打招呼说 你不能这样再降了 你再这样降的话 我们本土的电动汽车就没办法玩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在中国的销量 仍然是在各品牌当中第一位 尽管中国政府给中国本土的企业 用大量的补贴 这种补贴已经引起了欧盟的注意 这种补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形式 有人就已经统计过 光是从2008年到2017年 这段时间9年当中 中国政府给他们本土的企业的补贴 就已经超过1600亿人民币 而且从中国政府发布的公文来看 它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产业 还没有开始成型的过程当中 它要加大补贴的力度 然后要促使产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提升 所以它不是光光是说 像我们美国都知道说 在你买一辆电动汽车 州政府也好 联邦政府也好 都会有一个税方面的一个优惠 来给你 帮你来鼓励你去买电动汽车 但是它是有一定名额的 当某一个车型 它销量到了一个地步 它的名额用完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再拿到车型的退税的优惠了 但是在中国的话 它始终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进行所有的车辆 没有所谓的名额的限制 它就是有这种补贴 这种补贴原先是讲说 在2022年年底会大量的削减 可是后来现在决定说延长 至少延长到2023年年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欧盟就注意到了说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继续由中国政府对它本土的汽车 进行电动汽车的补贴的话 那么它出口到欧盟的市场 那么就会占领当地的市场 就好像过去的光伏的产品一样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 实际上在美国 假如说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到美国来 它一台车它的关税是要25% 而在欧盟的话 它只要1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看到说 欧盟的市场的确是非常有利于 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大举进攻 我们看到过 在过去在光伏企业的时候 中国就是因为政府的补贴 让低成本的这种 甚至低于市场成本的 这些中国的光伏产品 就大举把欧盟本土的这些企业都挤掉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 在光伏产品当中 中国的产品在75% 欧盟只占1% 因此欧盟非常紧张 在电动汽车的过程当中 它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所以它也不愿意将来 比如说中国的电动汽车 成为欧盟的依赖 在恶务战争过以后 欧盟就非常警惕说 我们要非常审视 我们的市场 千万不要对某一种产品 某一个国家带来很大的依赖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在一些国际事务当中 带来非常大的被动 我们来看到说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也是对马斯克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么他所生产的特斯拉 我相信在跟中国的电动汽车 在竞争当中 特别是在欧盟的市场当中 它一定还会取得更多的优势 因为它不仅仅是在 生产的技术不断的提高 它的生产的成本不断的下降 它也不受工会的影响 所以的话 这似乎对马斯克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的消息 赵阳提到马斯克的电动汽车 会因为现在美国汽车工会 这样的大型化工 会坐收羽翁之力 这话是不错的 仔细想一想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 更均匀的财富分配 这是没有一种问题 因为贫富不均 不但在道德上 是站不住脚 实际上来讲 对社会很大的伤害 但是但是 汽车工会这样子一个 在火星上的外太工要求 就实在给人觉得 不知精细何系 天保年间的人 为什么你看 哪有要求 40小时的工资 做工32小时的工资 这就把美国变欧洲化 欧洲做的好不好 我想不用我多讲 大家看一看 另外一个 就是要求保证工作不裁员 请问你哪一家公司能够这样 难怪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80年代 美国汽车工业 当然本来可能就打不过 日本跟后来德国 但是还有国内推波助来 这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汽车业最好的 就是干脆就 全部另辟 EV就在德州 这个邵阳刚刚有一个天才解法 留给他来讲 这个就是说 你不能在底特率那个地方 它那样一个意识形态 它们如果留在时空的一个泡沫里面的话 其实会把好不容易的 manufacturing comeback 又把它这么一下就做掉 非常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你可以预测 特斯拉一定会做得更好 那当然他也有本领 要摆平他的工人 那这本来也是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事 但马斯克还不止这么一件事 另外一个事 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社群 就是我们华人 我想大家一定有注意到 马斯克不改他的脾气 第二次对中国台湾发话 他第一次是2022年10月前后 大家记得吗 那个时候他对台湾发话 那现在呢 我们先不讲历史 现在又讲就中国 他说台湾是中国这个 我非常欣赏 他又讲说好像夏威夷一样 这个很明显是偏向 他这个甚至不符合这个美中台共识 就是维持现状 他这几乎就是跟北京是站在一起 也许他没有想到这么多 他的用意可能是说 他不希望战争 这个我也能够明白 但是他忘记伤害这个台湾的人民的感情 跟这些话 以他一个上亿粉丝 举世无双的一个影响力来讲 我看劝他还是他不太明白的 或者不太在乎的这些领域呢 他就但是涉及很多别人的身家财产 跟内心的感情 他可能还是少说少说 不说不说可能是比较好 非常欣赏像Fortune还有BBC 上面上在台湾的外交部回应 基本上因为说 Listen up Taiwan is not for sale 听清楚 台湾是不卖的 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犀利的符合 符合欧美 这样一个应对文化当中的一个口吻 因为马斯克自己引领世界风烧的电动汽车特斯拉 今年要出产一半九十万 超过一半以上是在上海做的 他这一点来讲 凯白说就像红海根本大部分的全在中国 所以红海 其实中国对红海的影响力极为庞大 同样的道理 如果日本有人说中国对于特斯拉没有影响力 那就真的是过分天真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就做这样子的comment 实在是非常不合适 中国最近公务员强制禁用苹果 为了美国的利益 我们实在希望特斯拉不要变成下一个苹果 当然如果你是特斯拉的执行长 你当然会做一切的事情 让特斯拉不要成为下一个苹果 也许这两件事是独立的 但是我想人应该要有一个智慧 避免嫌疑 不要在这个时候又做一些这样的动作 因为他并不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没有人请他自动问他 说在一个世界论台上说 马斯克先生去年讲一讲 你对台海的问题的看法 即使这样子他也可以说 他不合适回答 因为这不算是你们的问题 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确实 他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这是我在这个少阳讲的 三个论题里面的这部分的回应 我想马斯克就是这个个性了 他反正因为他说的话造成的影响 我想有很多是远远超过你们刚才讲的 Funding Secure 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我觉得很难期待他改变了 我想做一个听众 我也是 当然是一方面我欣赏他的心智 他确实是有一个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他想要是人类的这个 这个很长期的面对了一些挑战 一些问题 所以那其他的这个 讲的一些东西呢 我觉得就不是太配 attention 我个人 那讲到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 俄乌战争了 虽然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大家好像 已经看出来这个俄战争 一时半载是不会结束 好像也没有看出 这个主要方面 有让他结束的这种意向 也看不出他前面的方向 特别是美国 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策略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美国政府有一个很清楚的策略 就是不希望这个战争 会escalate到俄国的境内 所以在提供乌克兰武器 或者是在这个公共讲话的时候 就给大家一种感觉 希望这个战争不要escalate 想用一个拖垮俄国的方式 来结束这个战争 那这个拖垮的策略 包括很多的制裁 好像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那我们看到的反而是 开始有更多的escalation 就是刚开始发生战争的时候 没有的一些事情 包括俄国现在 就是攻击乌克兰的港口 让它的农业产品没办法出口 以及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一些动作 那这个今天讲到伊朗马斯的事情 是因为大家是有人说在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 从这个潜艇升空要去攻击这个黑海舰队的时候呢 忽然间Starlene被关掉了 就是那个internet service被关掉了 那你想那无人机都是靠这个网路控制的 一关的就掉下来了 所以觉得说这个马克思太过分了 这不得说是帮俄国人这个防守吗 后来的这个cultification 他不是伊朗马斯把他关掉了 本来Starlene的internet service 就没有extend到克里米亚 本来他就有一个范围的 那是在这个乌方发动进攻的时候呢 就要求这个伊朗马斯enable it 他没有去enable 所以是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事件并没有商量好 这个就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发现 哦原来这个internet service 没有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但不管怎么说吧 伊朗马斯很显然是不支持这个 这个Starlene的service在克里米亚 那我想其实如果有注意他之前的一些言论 就知道说他其实 在他提供了一个 他认为说双方可以和谈 可以接受的 应该要接受的条件里面呢 他就是把克里米亚 挂在俄方这边 那当然他当时被骂得很长 那当然如果你是乌克兰人的话 你肯定觉得说他是在胡说八道 特别是一个外来人 对这个本国的一些领土 做一些判断 反正总是不对 因为你根本就不在其中 你不了解历史背景 所以其实他发表这个言论 本身就是肯定是讨骂 这是肯定的 但我觉得说 从这个美国的策略来讲 美国政府其实一直也不希望 乌克兰去打这个克里米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伊朗马斯的立场并不过分 其实美国政府刚开始这样 现在美国政府好像慢慢的 还有NATO 慢慢的改变他们的立场 他们觉得说 乌克兰需要去 去打击一下 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 才能够让这个战争 就是能够更快的达到 达到一个conclusion 那另外 美国政府最近 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 要求拜登政府 尽快的向乌克兰提供 一些新的武器 有一个导弹系统 那个叫MGM-140 可以打 可以有190mile的射程 那其实以前绝对不会给的 因为你很难控制说 乌克兰军方怎么使用 这个这些导弹 这些导弹190mile 是不是可以打到 我不知道打到俄国 哪个城市 但是肯定是很深入的俄国 我个人是觉得 对这个俄乌战争 这样的发展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的担心 因为它其实慢慢的就是在escalate 没有看到任何一方 快要不行的迹象 俄国虽然经济很惨 可是它其实 大家会觉得说 俄国怎么那么菜 俄国怎么到现在 好像被乌克兰反攻 还打着接接拜登 是不是兵力不够 它不是兵力不够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兵力 它没打算把它用在这个上面 所以感觉双方 都在打持久战的那种感觉 可是在这个同时 其实对乌克兰 特别是对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 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国家现在连这个总统大选 都不能够选 因为他说没钱 也没人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也没有看到 这个主要参加的国家 有任何的意愿 想要和平 那我个人是希望 也许美国大选之后 才会有这个political will 那时候可能大家真的累了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哪一个总统当选 都希望那个时候是一个机会 能够让俄乌战争能够停下来 好 今天我们借着马克思参与的事件 我们其实讲到了很多 很多个话题 其实这里面包括这个国际间的话题 也包括了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Labor Dispute 也是其实跟这个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竞争力 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 如果你对这几个话题 有你自己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 那你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这个邀请你来订阅 谢谢大家